听到郭德纲的这段话 郭麒麟终于忍无可忍 直接从后妈的千万豪宅搬了出去 当众被问到接班的问题 郭德纲的一番话暴露了内心最真实的想法 他的反应能力真是一绝 将自己撇了得干净 意思是家里一切都是老婆王会说了算 估计又是怕被说自己磕带大儿子 老郭立马又说要把法人给郭麒麟 此时坐在一旁的郭麒麟表情微妙 毕竟他学识渊博 又怎会不懂法人就是用来背锅的 实际上没有一点话语权 在郭麒麟拒绝了父亲的好意后 郭德纲甚至还夸他没有野心 如果郭麒麟真的没有野心 他就不会去赤苦学艺 听命拍戏接综艺 就是不想当个指挥躺平的富二代 或许当郭麒麟意识到 德云社跟自己没有太大关系时 才摆出了一副淡泊名利的姿态 毕竟就连曾是抬柱子的曹云精 也禁不住王会的衣柜 不仅离开了德云社 还因此名声一落千丈 要不是曹云精实力足够强大 又抓住机遇开启直播 恐怕到现在也翻不了身 王会作为德云社的董事长 手里握着99%的股份 所以郭麒麟表面上是德云少班主 但实际权力还没有鸾云平大 以前郭麒麟年纪小 没有独立的能力 不管是初中辍学 还是出去接活挣钱 他只能乖乖听话 如今郭麒麟在娱乐圈混的风生水起 立马就搬出了几千万的玫瑰园别墅 他们现在还经常跟我说 让我搬回家住去 但是一个人在外边住久了 就是很享受这种自由 就算不靠父亲的名声 郭麒麟真的做到了自立自强 直到看见郭麒麟被当众羞辱 我才明白他说这句话的真正害理 在某场电影节上 朱亚文罕见当起了主持人 谁知他一上来就开始阴阳坏气 说相上的都来了 你又是什么不能来的 明眼人都能看出他这句话的海语 毕竟台下说相上的只有郭麒麟一人 听到主持人提到了自己 郭麒麟只能尴尬地笑着 在他刚准备起身回话时 朱亚文再次回腔道 你坐下坐下坐下 别着急别着急 我害怕你张嘴 你们家那门派也太下来 听到朱亚文这句话 郭麒麟就算脾气再好也会变得两次 随后朱亚文更加肆无忌惮 甚至调侃起了郭德纲 我特别喜 此话一出 现场观众都被逗笑了 只有郭麒麟面无表情 随后立马开始反击道 谁知朱亚文鸦跟没当回事 继续开始调侃郭德纲 有时间 一定请家 来到咱们洗凌子不走 常来常往 你们家电影 在豆瓣的评分 评分才有得往上涨 众所周知 郭德纲在相声界名声赫赫 但在影视上却一言难解 拍的电影评分都很低 可见朱亚文这番话杀伤力有多大 但郭麒麟的回答却十分谦逊 没有没有没有 您说的对 我们争许吧 我和我父亲都有一个电影梦 我们争许我们继续能出梦演一圈 有人说郭麒麟有点懦弱不敢反抗 要是郭德纲在场 早就把主持人说得找不着本 或许当时大家就是在开玩笑 没必要当真吧 这恐怕是郭麒麟被欺负的最惨的一次 在某当美食类的综艺上 郭麒麟刚做好一道菜 却被评委生气地直接倒掉 当天郭麒麟要做一道名叫黄金滚猪的菜品 眼看就要倒计时了 姐姐们赶紧上前帮他完成 谁知评委不品尝菜的味道 直接对郭麒麟来了一番质问 你觉得如何呢郭麒麟 一齐萝卜一齐菜 谁家的孩子谁不爱 随后更是二话不说把菜倒 理由竟是郭麒麟不应该找女人帮忙 这是菜吗 这对我来说不是菜 你有这么多干姐姐 你有这么多干妈妈 你从一开始从第一季到现在第五季了 每一道菜 都是你这些姐姐 妈妈 帮你完成的 既然这是美式节目 长都不长就直接倒掉 作为评委确实不妥 看到郭麒麟这么受欺负 站在一旁的秦海路贾林心疼坏了 而郭麒麟之所以觉得委屈 是因为节目组并没有说不能帮忙 这个评委完全就是对人不对事 之前几期节目 嘉宾们都是互相帮助 但最后只有郭麒麟受到了批评 于是网友们开始猜测 这位评委发脾气是不是出于嫉妒 而郭麒麟之所以这么受欢迎 不是因为老爸郭德纲的威望 而是他对大家很真诚 在之前的比赛中 姐姐们没有食材向大家求助 其他人都是给出了自己不要的食材 只有郭麒麟大方地献出了主菜 果然真诚才是永远的必杀技